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海鑫聊心室的創辦人 我們歡迎陳彩欽來做創業訪談 哈囉,我是海鑫,也可以叫我彩鑫 是,我們海鑫又是彩鑫,也應對到我們的一個品牌的名稱 但是我們海鑫其實過去在從事這個品牌之前 其實自己本身做的是設計對不對 對,我是台科大設計師畢業 然後但是後來因為一些挫折 就是包含可能很想休學 然後設計覺得就是一個很累,但是又賺不了錢的工作 所以我後來就去做了行銷 但發現做了行銷以後也是一樣累 然後而且還更硬 就是你要更抽象或是用文字跟圖片 就表達出一個理念跟概念 然後後來又去做了服務業才發現 喔,這個才是我的命定工作 就包含我以前可能覺得自己很內向 但實際上我做了以後才發現 跟人的相處可以讓我獲得能量 然後在這樣的過程就發現 自己好像其實可以越來越外向耶 可以走出來喔 對,不再是可以只要躲在辦公室裡面畫畫的人 然後其實這過程 其實我們講很輕鬆喔 可是其實我們還花了蠻長一段時間喔 從學生時期大學的時候 大二大三就開始發現這個原因 然後透過職場的不斷一個轉換喔 然後這個過程才發現 哇,原來其實我要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們去過一個德國的一個旅行學習念書的過程 交換學生大概半年左右 然後是為了去玩不是去念書的 但也是剛好在那時候有 那是怎麼好多國家對不對? 對,那時候有學了一些創業的課程 然後但是去了很多國家主要是在體驗吧 就是有那種小時候都沒有出過國 然後我這次出國我一定要把它玩爆的感覺 然後我就去了很多國家 但的確像西歐、東歐、南歐、北歐 就是各有各的特色 然後就包含我其實更注重在跟人的相處上面 就可能你遇到當地人你會不會覺得是舒服的 但像我覺得義大利人就比較free一點 他們很隨性 所以就比較自我,他不會管到你 但北歐人其實都比較善良 就他們會很注重你的感受 或者是他們其實就算他在搭訕你好了 在路上被搭訕你也會覺得是舒服的 很像他有一個釋出個善意 好像只是要做一個邀請的感覺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跟國情也有關係 但我覺得其實就是回來 繞了一圈回來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是最友善的 而且最親和的 所以就確定我們不會在國外 我覺得主要也是因為在國外 我覺得比較難交到朋友 因為我的重點還是會放在朋友 然後人跟人的相處上面 然後在台灣畢竟還是比較大量的朋友 讓我覺得可以 比較有歸屬感 對 然後所以其實 這一連串的過程幫助自己找到 我覺得就會探索回到探索自己的一個療癒的過程對不對 然後就在這個過程 我們就海星開始接觸了身心靈 心理學 對 我們做了很多學習 我們來大概分享一下我們那時候接觸到了 像一些身心靈領域的東西 一開始是因為一些工作上的挫折 就包含一直換工作 然後同時又有情傷 情傷就是讓我最走不出去的 所以我就開始 大家都有卡 我就開始向內探訊 因為你向外是求不到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就可能開始看了一些書 然後看了一些心理學 身心靈 然後有一個我特別推薦 那時候最低潮的時候看的是 被討厭的勇氣 我也有看 對 他其實沒有什麼重點 他重點就是分離課題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就是這個重點就夠了 我其實沒有整本看完 但是就是看了這本書 我就開始發現 我之前其實消耗太多的能量 在不必要的人身上 而且我太想要符合別人的期待跟要求 那就變得很不像我自己 所以我在社會化的過程才會那麼痛苦 因為你在工作你在別人的公司做事 你就必須得要符合別人的期待 對 所以這也是後來為什麼我自己出來做 因為我沒辦法被別人掛 找到這個重點也很重要 對 然後心理學的話倒是 因為在研究認識自己的過程 了解了可能高我啊 靈性啊 內在小孩啊 或是原生家庭的課題這些東西 然後就開始認識自己 然後在現在做塔羅占卜 或者是這個品牌的過程 也發現是能夠 透過我過去 因為挫折而吸收到的資訊 來分享給大家 就是有一種經驗分享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我們綜合產生這個品牌 其實就是為了解答別人的問題 還有自己過去的經驗 解答他的問題之外 我覺得重點是讓他更認識自己 對 而不是我給他一個答案 那個就是正確答案 我只是負責引導 引導你說出你自己內心真正想要的 當你在聊天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這個才是我想要的 就是有一種那種 引導你說出你的真心話的感覺 所以後來才會叫做聊心室 對 引導透過聊天的過程中 對 然後也讓他去幫助他 他去了解到自己自身的問題 然後覺察自我的感覺 對不對 覺察很重要 我們海星聊心室 就是在那時候誕生了 對 其實是我在去小流球潛水的過程 嗯 然後因為我發現我很喜歡海邊 對 然後海星就是我的名字的音譯 我是彩星嘛 是 然後海就是我用海這個東西來替代 對 因為我有在潛水的過程發現 其實潛水是一個很盡心跟認識自己 還有面對恐懼的過程 因為我是學自由潛水 他是需要憋氣的 對 然後那個憋氣有時候其實身體還ok 是心裡過不去 那個那個關卡 所以其實有點像是你自己的人生 你在度過那個關卡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夠很平靜的去應對 所以我覺得海這個字對我來說的意義還蠻大的 除了我喜歡之外 他其實也是後來客人回饋給我 他在我這邊感覺到的一個感受 是 就是療癒的 然後就包含你不用有太多別人的期待 你只要存在 你只要做自己 你只要呼吸 你就是一個最棒的個體 你就是很有價值的 對 就是很高興後來有收到這個回饋 大家覺得在我這裡真的是很有放鬆或是療癒的感覺 嗯 嗯 的確是 所以其實我們透過這樣的過程跟分享 可以達到我們跟他的 跟一般可能是我們的粉絲 或者是我們的 需要解惑的朋友們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連結 然後可以幫 用自身的一些能力去幫助引導他們 對 那其實這期間我們是不是也獲得自己的成就感 有 就是我其實還蠻需要別人的肯定跟回饋的 對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擅長的 是 因為我以前曾經做過行銷設計嘛 那個時候是其實被主管說的一文不值 他會覺得 你這個做不好 你好像都沒有辦法完成一個企劃案 那個做不好 對 然後你又很愛拖延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好像就是自我價值感非常低落 是 然後後來 但我覺得那個也是年輕都會經歷的過程 因為我們還在尋找自我 我覺得是到我現在快30歲 我才有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還有我的價值觀是什麼 對 不然那個過程你是很容易被別人影響跟洗腦的 然後但是在我後來發現自我價值是 建立在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且我是能夠幫助別人的 我覺得能有幫到別人這件事情是還 對我來講蠻有成就感的 就是好像是看到過去的我 然後我拉了他一把 對 其實是在拯救自己 是 然後對沒錯 對 因為任何幫助別人一點點好像 幫助過去的我 我可以在 原本我自己在走一個比較低潮的時候 那其實透過幫助別人 我好像在幫自己累積一些能量跟福報的感覺 福報 福報我是不會這樣去想 但是能量我會覺得有 因為他是互相的 當你很信任你很敞開的坐在這邊 然後另一個人他走過來也是一樣 信任的能量在這邊敞開 你就會覺得兩個人是有在 真的是有在交流 你們的靈魂是有在溝通的 那那個時候的能量我覺得是很高頻 而且很舒服的 那個就反而不是成就感的問題 而是你那個擋下你覺得很舒服很自在 而且在那樣的過程我覺得彼此都是更認識自己的 對 是 再來就是我們海鑫在透過這樣擺攤嗎 然後找到自己也幫助大家找到別人 自己的一個探索自己的過程對不對 那我們自己有沒有未來對自己的品牌一個規劃呢 品牌的規劃的話 像我都是比較活在當下沒有想太多的人 但是規劃的話我覺得 希望就是能夠讓更多人知道自己是很棒的 你可以就是像我的很多客人都是人傳人 然後介紹來的 所以通常來的都是同頻的人 就是希望認識更多同頻的人 然後同頻的人就是來了之後 你也可以發現自己是很有價值的 你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不用符合別人的期待 你就是自由的 我覺得比較像是帶大家去看到海 看大家去獲得自己內在的自由 然後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順便賺點錢 我們必須有一點收入 我們才可以繼續執行這件事情 但其實你在做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錢就會自己來了 但是你要相信這件事情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它是在一個一個堆疊的過程 你的經歷 你可能先拿到了10塊錢 你會覺得真的可以 然後你再拿到100塊 就覺得我好像越來越棒了 然後一千一萬 你就真的是可以靠這個東西活下去 對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執著在賺錢這件事情上面 反而是你有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你有一個遠大的目標的時候 錢就會來幫助你 對 好像我設計好目標喔 那個我覺得自然可能宇宙就會幫你開入 會告訴你幫你收集能量 或是你需要的一些工具都會產生的 沒錯 然後就像我可能最終的目標 我曾經有想過可能開個魔法學校吧 對 是不是太遠太遙遠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 不要有設限自己可能只能做醫生 只能做律師 只能做金融業 就是還其實有很多未開發的行業 它是可以被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包含其實很多人是有藝術家特質 但是他們真的不覺得這是可以賺到錢的 但是如果當你這樣子想 你就真的沒有辦法拿它來賺錢 所以信念上的轉換跟轉變也很重要 就是可以更樂觀吧 在這邊希望大家吸收我的海的能量 或是陽光的能量 對 然後這裡其實也會帶到說 你原本的自己 你自己有一個信念的話對不對 就是你覺得信念是會創造實相 要相信這件事情 它其實也是吸引力法則的一環 但是這個東西很重要的就是你也要有行動 對 很需要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的行動上很明顯 在我們看到今天帶來的產品說 一開始我們是透過塔羅牌 對一開始是塔羅牌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解讀 就是讀牌的方式 我是用韋特的牌 然後裡面的牌其實是比較森林系 有很多動物 然後是我自己喜歡的圖 然後比較偏北歐的圖文 圖文 對 然後它的畫風比較特別 所以其實有些人覺得這幅牌很難用 但我覺得這就是我的命定牌 對 我覺得是很重要對不對 對 就是森林的感覺 然後大自然的感覺 所以我有時候節拍不只是拍意 還有就是圖像 或者是顏色 或者是你當下的一個靈感跟直覺 然後牌子是驗證 認證 或者是讓大家更知道我講的是什麼的一個 每一項感 那比較清楚 對 然後後來才慢慢延伸出來 就是喔 開始喜歡玩水晶 然後有一些 像奧鋼它也是一種能量師 它裡面是水晶跟金屬合成的 然後外面是樹脂包起來 那它是不需要淨化的 因為金屬跟水晶會自己做公正 這邊有金字塔型的 或者是項鍊跟靈擺型的 也都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它的使用方式就是你可以拿來占卜 比如說你設定順時針是對 逆時針是錯 你就可以來問它是非題 但是這種東西就是也不能太執著 它比較像是在認識自己的 靈魂高我宇宙的一個工具 可以把它當作潛意識 因為你在拿的時候你是放輕鬆的 然後心是平靜的 然後平靜的時候你的表意識就會消失 潛意識就會浮現 那其實你就會更有認識自己的感覺 比較像是在認識自己的過程吧 我也不希望大家太依賴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信念的寄託體 就包含可能小時候的那種小貝貝 它也是一種信念的寄託 因為它會讓你有安全感 那你帶這種東西帶久了 其實也是一個寄託吧 像每一顆水晶有不同的含義 紅色可能是比較偏感情桃花 綠色的話就是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跟自己的關係更好 其實也會影響到人際 這兩顆都是比較偏向心倫 然後藍色的話是喉嚨溝通表達 讓你更能夠表達自己的感受 然後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不在意別人 我覺得喉嚨就是有些人會卡住 就是因為你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然後有時候就是很委屈 但是你卻沒有說出來 所以有時候喉嚨才會卡卡的 然後水晶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偏向集體意識 大家相信 可能有幾十億個人相信 所以它就真的有這個功能 它是一個聚集大家的意念跟信念 一個比較偏向古老的水晶古老的智慧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寄託在上面 但是也不要太過依賴 因為本體還是你自己 的確是 就是你要認識自己 其實還是要向內探訓 這個只是一個物質的一個陪伴 然後也有精油 精油它其實也是一種就是 它是植物萃取的 所以它也是一種比較偏大自然的一種 陪伴的感覺 然後精油也是有各種的功能 但我的功能比較不像是 那種醫療的 就是可能肩頸痠痛你需要睡眠 我的比較偏向心理上的支持 像是有幸福就是讓你心情比較好 然後顯化的話讓你更有行動力 心想事成 然後有勇氣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保護的話就是給自己一個防護罩 它裡面就是有茶樹 那種比較重的味道 然後就真的有人可能是真的眼睛看得到的 他說曾經擦了保護油比較舒緩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的感覺 然後財富就是字面上的招財 讓你有錢的感覺 然後當你自己覺得 喔你是有錢的 那個錢就會來了 就是有那種比較偏向 相信喔 相信吸引力法則的一個 一個輔助也是一個輔助的商品 對 然後也有黑奶 黑奶是一種服務 對它其實是 它是一種就是透過水透過顏料的媒介 因為我在探索自己的過程 我有發現我對水是比較有連接性的 是 就像我去海邊我可能可以獲得很大的瓶頸 那我也是一開始用塔羅牌 我不知道有其他的媒介 但會碰到這個就是顏料 它其實是裡面有水嘛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能夠跟大家的靈魂連結的 對 因為我是比較偏自由創作 我不是讓大家選圖 我是 可能你給我一個方向 你想要自由 你想要財富 你想要快樂 然後我就會在你的手上 開始畫圖 那就是直覺我是放空 什麼都沒有想 然後畫完之後 就會有一些圖騰出現 然後我再幫你解讀這個圖騰 就變成像我在解拍一樣 只是這個圖是我自己畫出來的 然後有時候畫到愛心 就可能是你有桃花 或者是畫到三角形 曾經有客人跟我講說 喔 真的是有第三者耶 然後還有時候是畫到太陽 那就代表你是有療癒特質的人 然後所以其實我有時候也覺得蠻特別的 甚至還有猜對星座 就是畫 也不能說用猜 比較像是直覺 就是你邊解讀 有時候你腦袋沒有在想 你只是邊畫 然後邊出來那個文字 你就把它唸出來的時候 那個是最準的 就是可能牡羊座 或者是你畫的圖都好整齊 好對稱喔 你是不是有處女能量 你是不是很完美主義 對都有所中 連連結都反映到圖畫上面 對就是越放空的時候的話 就會越有連結直覺的方式 所以其實我這個整個 所有其實都是工具 然後我的重點反而是放在 更認識自己 不管是我還是對方 我們都是在更認識自己的過程 然後來去追尋自由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練習相信的直覺 就是這些都只是工具去相信直覺而已 沒錯 那最後如果也有一個年輕人 像你當年一樣喔 就是我們走出來做 嘗試做自己的創業的時候啊 你覺得可不可以給他建議 他前提需要具備什麼 OK建議創業的話 我覺得就是不用想的太難 然後你不需要真的非常專業 對就像我可能看起來很專業 但是我這些都是經驗累積出來的 對就是我一開始可能也只是先走一小步 然後慢慢的慢慢的就是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 疊起來我回頭看才發現 欸已經走很遠了 但是除了不要太完美主義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有熱情 你對於這件事情是非常喜歡的 不是特定的某件事情 而是一個感覺 就是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是很有成就感的 對或者是你是可以完全專注在當下 不會被環境影響的 那個有一個人叫做 就把它定義為叫做心流這個詞 就是你是完全不會 就好像世界禁止了一樣 是時間停止 然後你在做一個非常專注的事情 有的人是寫作的時候會發生 有的人是跟別人聊天的時候會發生 然後有的人是 可能只是在畫畫 他就會覺得 欸這個是一個讓自己有存在感的東西 但他可能也不是一個點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一個線吧 會不會很抽象 很抽象 但是我覺得蠻像是說 對 如果你真的專注在你真的喜歡的事情上 其實整個空間是完全與你無關的 你好像在一個 可能是一個防空洞 或者是一個概念 對對對 就是有那種 我不知道是不是內向的人才會有這個特質 還是每個人其實都有 就是 就你回頭你會發現 其實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 對 然後我覺得重點是在獲得成就感的過程吧 然後你也是一直在朝著你的熱情的方向走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不要為了錢做事 因為錢只是一個媒介 它不是你最終要達到的目標 如果你把錢當作目標的話 你會走不下去 對 因為你拿到錢就 就沒啦 那你還要錢幹嘛 重點是 但其實你明明後面還有一件事情想完成的 重點是你想要拿錢去做什麼的事情 你想要得到什麼體驗 是 然後核心跟初衷也很重要 就是你當初可能想要做這件事情是為了什麼 像我的話可能在幫助別人的過程 我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那我的目標可能就會是在幫助別人 對 它不是一個一件很很很小的點 它是一個很大範圍的東西 對 而且它是一個方向 是 所以其實只要有一個方向就可以開始做了 你不用想得很細 甚至你不用規劃細節 是 就是你有想做的事情你有想學的東西 就先去做就對了 做了之後就會慢慢拼湊出來 有點像在拼拼圖 對 你可能就是先從邊框開始拼 然後你再去 中間就是沒辦法你只能隨便了 對 有時候越隨便的東西反而可以越 達到你想要的目標 就是你不要太執著不要太刻意 有點像是在追男生一樣 你不能太刻意的想要得到那個東西 你要用吸引的 對 很抽象 我相信說 在這個過程中 想做這件事情會幫助它找到答案 對 對 我們今天很謝謝我們海星帶來的創業故事 非常有趣 謝謝海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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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